我們看到的是 世界排名第一的林丹 今天將要對上的是 來自於韓國的朴成煥 跟大家一起來收看比賽的 依舊是全羽毛球的市井賽冠軍 趙建華和童可欣 大家好 那麼我們繼續為大家 播放這場男子丹打的比賽 那麼是由中國隊的林丹 那麼對韓國隊的朴成煥 那麼這場比賽 相信也會比較精彩 這場比賽應該說呢 很多的觀眾都非常的期待 因為林丹跟朴成煥交手的紀錄 算上之前呢 在今年在湯尤飛的比賽裡 林丹是戰勝了朴成煥之後 才把兩人的交手紀錄呢 追到了3比3 在過去的四次交鋒當中 除了我們剛剛最近的一次 就是在這個印尼的 湯姆斯杯的比賽決賽裡 林丹呢是以第一單打的身份 出戰朴成煥 那麼07年的中國公開賽 獲勝的是朴成煥 法國公開賽呢 獲勝的是林丹 那麼在馬來西亞公開賽裡呢 也是朴成煥呢 擊敗了林丹 當時這場比賽呢 讓很多的球迷呢 都感到相當的意外 那麼雙方還是 可以說都比較黏 並不能說一兩拍 就能夠打死對方 林丹這位球手 他打法的特點 他的進攻速度很快 但是之所以朴成煥 可以能夠在比賽中 多次呢擊敗林丹 人們就說他的這個方 打法和方式 對林丹的這個解讀 對方打死的情況下 反倒是造成了自己的一個失誤 所以說有點球路相剋 剛才就是林丹呢 在一板進攻 沒有把對方打死的情況下 反倒呢是造成了自己的一個失誤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林丹的攻勢 被這個條川煥可能守住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要有耐心 就是說我不能說 我一兩下我打不死你以後 那就比較亂 或者比較急 那麼往往這樣就會 產生一些這個失誤啊 還是這樣 所以這位林丹我們也相信 既然有那麼多次的交鋒 所以大家我相信 在賽前 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姚承煥現在發球 她是24歲 身高1米86 是今年的亞錦賽的男當冠軍 好球 這一球落點很尖 3比1 林丹領先 來自於福建龍岩的林丹呢 她是1983年出生 身高1米78 她的世界排名呢 已經是連續呢 坐穩了這個90多周的世界第一的紀錄 小春換掉球 把球送到後場 林丹下壓 在打反拍的位置啊 起跳的殺球 所以突擊也要尋找更好的這個機會 那麼剛才這個連續的突擊 實際掌握得非常好 把球送到佳仁漢的後場 再來一個往前小球 看了一眼這個球的落點 天才呢看這個球出界 看出來我們也發現就是 朴仁漢她在這個比賽當中 也不是那麼著急 那麼就首先還是以這個拉開 目的也是希望能夠把這個 林丹就是拖拖她的這個體力 再次的攻擊啊 這個是林丹的頭頂的點殺 攻擊到了反拍的位置 對 那麼目前林丹的這個攻擊 還是產生了非常大的殺傷力 那麼進攻的成功率也非常高 這也是林丹在這個場上的這個 強有力的這個優勢啊 就是她的這個突擊 這是平成華呢在後仰的過程當中的 一板突擊的殺球掛網了 7比1 林丹呢在這一局比賽開始之後呢 是很快取得了大比分的領先優勢 林丹是兩屆市競賽的冠軍 是2006年 07年 反拍的一個過渡啊 結果呢是出現了再次掛網 8比1 那麼開局到現在 8比1領先林丹的開局 還是非常順利 那麼作為朴振煥 目前也沒有太好的方式 來應對林丹的目前的這一個開局的方式 頭頂的掉對角再送一個底線 這個球呢是開局球底線的效果了 出界 2比8 現在就在林丹打得也非常的穩健 那麼也不是說我造極去進攻 這也是他近期來 那麼所採用的一些打法 那麼 湯仙虎和林永波 對 現在湯仙虎呢 這個比較集中精力來指導林丹 在奧運會之前呢也是特別的 在林丹的這個心理建設方面呢 做了一些文章 好 出界 那麼林丹還是非常有耐心 一方面我覺得就是說 本身朴振煥的這個攻勢 對林丹也沒有造成太大的這個威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也不需要太著急 就是說一定要搶攻什麼 還是可以就從對拉 對拉對調的這種過程當中 尋找好的機會來突擊 這樣可能這個成功的機率會比較高 注意球拍一擋 之後再把球拉開 突然一個頭頂的掉對角 可惜這個球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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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球頂的掉球下網 對 目前大比分 以前的林丹 那麼還是屬於比較穩健的一種打法 那麼作為朴振煥 雖然雖然在對拉調的過程當中吧 就是自己的一些失誤還是比較多 所以這一點如果你是屬於這個對拉調的話 首先要控制你的這個球 一方面就是質量 還有一方面就是你要減少失誤 林丹剛才那個球呢 這一點也是說想壓制到對方的底線呢 出界了 現在把比分追到了10比4 翔仁漢發小球林丹的挑到後場 翔仁漢頭頂拉開 林丹正手的掉球 翔仁漢頭來下壓 翔仁漢頭來下壓 這球扣球出界了 再來看一下慢動作的重放 出了邊線 林丹領先11比4 翔仁漢頭來到了第一局的技術暫停 那麽第一局到目前為止 林丹打得還是非常順利 一方面自己的這個 這個突擊也應用的比較成功 屬於在對掉的過程當中 那麽尋找好的機會 這還是打得比較穩健的 那麽另外一方面 這個翔仁漢 那麽今天在開局到現在呢 那麽主要一方面自己的失誤會比較多 因為你本身就採取了一個 對拉掉的這種戰術的話 那麽首先你自己要減少一定的失誤 好球 好球 剛往前的一個偷襲得手 看一下步伐移動相當的快 往前反拍的一個推球 造成對方的一個半場 毫不猶豫的下壓 出界了 判斷很準 13比4 對 看這個瓢車話的樣子就是有點想不通 為什麼比分會落後那麼多 對 所以我們剛才還在講的就是說 他自己在打的過程 我覺得你既然要對拉應該還是要把速度才會提快點 這樣我覺得可能才能達到一點效果 如果單純的這樣慢拉慢掉的話 那麼就是說除非你質量很好 當然你一些質量不好走 因為林丹 畢竟她的進攻還是非常有這個威脅 對 而且林丹她在上一場比賽結束之後的採訪 她說我現在的要求就是自己在奧運的賽場當中 能夠盡快地進入狀態 所以以前這種慢熱的現象沒有的情況下 這個瓢車話是很難找到破解對方的方法 瓢車話在2002年的時候只有17歲的她 就已經獲得了亞洲今年錦標賽的南丹冠軍 但是因為當時呢 韓國的南丹有鼎盛時期的李璇一和孫生魔 所以她的光芒一直被掩蓋 直到今年的亞錦賽成為了亞洲的一顆星星 又是壓到反拍 現在這個步伐已經完全被林丹給打亂了 後場的起跳 這一球判斷的時候出現了一點猶豫 那麼本來想期待這一場精彩的比賽 那麼我覺得現在打的就是說 比較慢 兩個人在場上 一方面就是說 對林丹來說她當然不需要太快地去 去組織自己的球 那麼從瓢車話的角度來說 因為從她自己這樣一個打法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個速度加快一點 所以目前到14比7 所以場上基本上兩個人打得都 可以說是比較穩健 就是說大家都是屬於這種拉調 而且拉調的這個速度呢也不是特別快 所以整個場它的節奏呢可以說是四平八穩 比較平淡 這個球的回放質量還是挺高的 可以說是挺高的 好球 讓她們要穩健的 兩球的感覺 是一球的感覺 如果是兩球的感覺 但是她們現在是一球的感覺 這球的感覺 他現在是打的不急不躁 他現在是在一球的感覺 很高的感覺 她們在一個球場 最后是一个轻掉就取胜了 林丹在刚才这个回合当中呢 也是表现出了相当稳健的一个心理素质 对 几次的突击没有产生效果 那么这一个头顶的这个 其实带一点被动的这个吊球 那么反而得到了一个好的效果 对 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 有一点这个感觉上它要拉后场 所以骗过了这个朴正焕 也被它就是以为它这个球会出后场 所以忠心整个就往后移了 五十八 回防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哦 这个球推一个底线出界 中国队再得一分 16比8 16比8 那么林丹还是大比分遥遥领先 那么双方运动员在经过了这个激烈的这个喷跑以后 那么也是出了比较多的汗 那么汗水在场上往往会引起运动员在场上的跑动 包括启动或者可能会打滑 所以一般来说都会让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些汗水给它清除干净 林丹在与朴正焕的这一场交锋当中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这样的精彩的对抗 很期待着一场经厂激烈的 那么现在就是说打的比较四平八稳 第一局的比赛来看呢 这个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 但是呢 希望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 林丹不要因此而 放松 放松 要轻敌的话呢 可能还是说比较危险 好球 好球 对 不需要力道太大的一个杀球啊 现在十九比八 想把球呢来分开啊 再往前的一个反拍的切球 没有成功 林丹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这手里面有十二个局点 又是相当的突出 出网直接得分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比赛里 林丹啊 赢得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 二十一比八 确实 那么他的这个林丹的突击 还是起到作用 相反的 那么 朴春焕 他也有一些突击 但是这个成功率不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比分 还是悬数比较大 自从在2006年首长市井赛的冠军滋位之后呢 林丹又在2007年呢成功未免 而且呢在2004年之后 三次问鼎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南丹冠军 那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呢 他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而且呢有这个小市井赛之称 所以说呢 在这场比赛中的夺冠呢 往往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还是由林丹来发球 反正换的是加快了节奏 对 那么从第一个球来看 节奏还在加快了 加强了也加强了一些进攻 嗯 如果林丹呢也并没有任何的松懈呢 看到往前呢有机会呢 一个反拍的扑往 率先拿下第一分1比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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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召集了一点 嗯 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又想拿一个扑往 这次呢是没有能够扑过去 倒球 再打一个晋身的沙球 这球呢是 倒球 调的质量很高 从整体来看 就是朴森换的球是比较平淡的 但是只是他比较赖 你包括像他的这个调球 我觉得就是说 他还是属于这个比较被动的一种调球 过渡式的调球 包括像高球 所以整体看 他的球是比较平淡 但是呢他比较捏 所以说捏也不容易打死他 刚才落点非常低 这个球呢又是放到林丹的往前 让林丹的被动的回放 这个上网还是非常快的 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上跟进的这个铺网 这一步还是非常快 3比1 现在朴森换在第二局呢保持领先 突然发一个后场球 林丹的铺网 一些习惯性的球路 像他比较习惯于在这个放网 那么林丹及时的跟进 抓住了对方的这个放网的球 球挺低调啊 再接一个轻盪 推后场 这个球在界内 好球 推得很好 质量很高 目前朴森换的单打世界排名呢 是11位 他在今年我们刚才介绍了 就是在康姆斯杯的决赛 中韩大战当中呢 是不敌林丹的2比0轻取他 一调到往前 整排勾对角 哎呀 林丹在赛刚才呢 反应呢 对这个勾对角的处理呢 并不是非常的好 来看 位置非常低 所以准备放网的过程中 调整晃赛到往前的铺网得分 对 张成焕 张成焕 当这个球割完对角以后 这个下一排的准备 还是比较比较快的 再加上林丹刚才 这个放网的球的质量 也会是特别高 刚才这个突击啊 很有威胁 对 所以前几天其实我们也在谈到 当你要推对角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推完对角以后 你的直线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双方还是不断地以这个拉调 寻找机会 先说是一个困难的 双方还是不断地以这个拉调 寻找机会 先说是一个困难的 双方的打法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刚才这个球 我们看一下慢动的 双方换这个头顶区的一步起跳 还是非常突出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时机 如果你用步法转起的话 可能这个时机 就不如这一步的起跳的来得快 对 所以说在羽毛球的比赛当中 步法是非常关键的 对 步法 当然也要靠虑这个主导视线的意识 隔壁球场正在进行的是 郭震东和谢忠博的一场男双比赛 他们面对的是 印尼的头号男双的种子 马斯基和亨德拉 目前第一局的比分呢 现在是5比7 谢忠博和郭震东暂时落后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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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起跳的扣纱 好球 这个球滚网了 落在对方前面 对 一个滚网球 对 第二局相对比第一局稍微 从速度上稍微双方都加快一点 再一个呢 朴晨会加强了比较多的一些进攻 而且还在这个头顶位置的 这个直线杀球 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5比5现在场上比分 林丹的调球 退后场 放网 起跳杀球 非常犀利啊 这就是林丹 能够看到他的出色的进攻能力 对 其实 这种杀杀网的要求 对杀球的要求会比较高 因为你杀完以后 就直接往上冲的话 一旦你杀球质量不好 那对方只要重复一个球的话 会很辛苦 只要你杀球质量很好 你往前冲 因为对方很难往回回到后场了 所以这样你的机会会很大 这个球赛界内 是一个被动的防守呢 后退交叉步的遍布 然后把这个球呢 打向了对方比较难受的一个位置 落点很精确 就是个突击 头顶到对角 接一个一板突击 林丹沙 两个人就选球的这个能力都非常强 是 很精彩 是 很精彩 把球拉出来 界内 界内非常的明显 林丹沙再次在判断方面出现了犹豫 对 这个连续的几个判断都出现了失误 刚才这个球 双方都救了两个险球 林丹目前呢在第二局呢 是取得了8比5的领先 林丹今年呢是不到25岁呢 还他10月份过生日 但是呢已经呢 是有20年的球龄了 在雅典奥运会 他首轮的比赛中呢 是败给了新加坡的球手苏希洛 中文名字叫做林雨风 林丹沙 非常漂亮 正开的一个点杀 对 这个球的突击 还是展示出它的这个特点 这球其实 并不是用了这个很大的力量 而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一个点杀 反拍过渡一下啊 防守得很好 而且等着对方的来失误 常说话有点太着急了 他的特点呢就是说呢 用赵尔导的话就是比较黏 他比较耐打 但是他一旦着急也会乱了阵脚 他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对 还有一个他自己今天失误太多了 你既然是属于一个黏的人 那你如果这么多失误的话 对对对对 那你的特长就变成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一点从他自己来说 就是说要好好的去 就是怎样去改变 你不像有些比如说一个进攻强的 意识强的人 他说今天他没有把他的这个进攻打出来 那当然觉得很可惜 那你是属于一个比较黏的 那你现在你自己那么多失误 那不能说你很黏了 你只能说你今天根本就 没有你的这个最好的东西了 对 所以说呢这个场上的比分呢 是大比分的落后啊 现在是5比11 在第二局的比赛中的一个技术暂停 11比15 11比5 发球的是林丹 推到后场 看来这个朴川万是属于一个 比较被动的 就是说你快我也快 你慢我也慢 嗯 他在第二局其实开场挺好的 速度加快了 但是现在又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个 比较林丹的一个 因为他不是属于那种主动 主动控制球的人 他就说你快我就能跟你快 你慢我 双方还是要求工作人员 把这个场地的酣水 给他处理干净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 将要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遇到32岁的丹麦老将盖德 盖德在刚才呢 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中 苦战三局啊 击败了日本的男单一号 佐藤祥志 是 好球 漂亮 可以往得分 这球朴正范上去 上到往 因为整个重心呢 其实他点前的很高 但是位置占的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呢 他要推球 这个球也推不出去了 他只能可能就是说 最容易打的就是勾对角了 对 但是这个球过得实在是太差了 跟业余球手的水平差不多 这球在界内 落点也是相当的漂亮 大比分落后 那么现在应该是7比12 那么只要临丹 掌握好场上的这个节奏 适当的时候 把自己的这个突击加强 临丹的防守 哎呀 很可惜啊 这个球 一般来说现在就是说 21分 这个美球得分制 就是说尽量如果能够把比分 拉得稍微开一点 一般来说就是说 对手他会失去信心 因为比较难 所以呢 在好的形势下 尽量就是说 把对方这种反击这种欲望 可以给他灭掉 就是说尽量把这个比分 拉得再开一些 这个双方呢 在激烈的较量当中 体能消耗呢 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都去用毛巾的来擦汗 丹丹仍然是保持着4分的领先 12比8 韵华 才能唤发球8比12 拍追求这个球的落点了 出戒 而且他的力量也可以说是蛮大 因为他刚才是这手区 那么直接打了对方一个大对角 所以出现了这个失误 林丹的刚才突袭又是非常危险 落点很尖 被篷子换防了起来 放网下压 没有太多的威胁 林丹呢 这次把球跳到后场 把篷子换控制在底线附近 左右的移动 反拍过度一下到往前 调到后场 调人换了劈对角 林丹的下压 防守真好 这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特产 就是这样才叫他比较捏 虽然这比较跌跌趴趴的 但是每个球我把他打过去 对 他能迅速地回味 其实就是说他的球 其实过去不是说质量很好 但我球我把他打过去 送到林丹的正手的位置 突然偷袭林丹 后场呢 漂亮的救火 好球 太好看了 跟第一局出现一个同样的情况 对 所以这个头顶区虽然是比较被动 但他这里面还是有个停顿的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对 我们再看一下 对方的重心明显往后偏移了 这个球可能是对林丹在世纪上面可能有一定的 因为这个球的开数来会比较多 双方的消耗可能也会比较大 对 这个球的一胜利 那么对胜利一方的这个信心呢 可以说是一个是一种鼓励 很好的一个信心提振 好了 现在林丹呢再次把比数的差距拉到了6分 14比8 这球是在界内 才呈现了一个批掉球很有偷袭性 9比14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把球拉起来 突然电线 批杀 把球 机会 剩手点杀漂亮 剩手的点杀斜线 但是给自己逐步制造机会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连续的这个进攻 尤其这个第三拍的进攻 因为对方的回球质量 可以说是比较差 再加上他自己的重心 也完全失去了 这球非常半场 距离底线有一米左右的 这么一个空隙 偷袭一个后场的发球 反排过度给了批杀换机会 但是并没有杀球 起跳 轻掉 危险 刚才李宗脚下一滑 但是最终失误的这一分 是来自于批杀换 看到机会之后 也是着急了 有点急于求成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其实两个人这个应变的能力 救选球的能力都挺强的 林丹能够在这一分上笑到最后 他也觉得是挺幸运的 那刚才呢在往前的这个 对 刚才的一个多拍又赢了 那么这一排这个一个惊险的 这个博杀那么又取得了这个胜利 所以整场来看呢 林丹还是说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主动 16比9 在多拍的调动当中 其实两位球手啊 真的是体能消耗非常的大 是 对 所以全场换的也是说 并不着急啊 来发这个球 全场换下压 反拍过度 但是头顶的批对角 头顶的一个批的小斜线啊 应该是点杀小斜线 相当的成功 力道不是很大 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所以李永波呢也是很开心 因为林丹这个 看一下慢镜头 这个球应该是好球 对 落点相当的这个漂亮 好球 所以我觉得运动员在场上 第一个首先要尊重裁判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因为裁判毕竟他还是以公平 公平的这个角度来判决的 这球打林丹的追身啊 但是林丹的是足够的准备 对 所以说在近身的情况下 还能够靠下意识 而挡出一个漂亮的好球 挡到这个对方的空挡的位置 好球 漂亮 这个是头顶的杀球 那么气势也打出来了 嗯 然后退几步 好像旁边那场比这场要激烈一点 嗯 太精彩了 林丹的这个愉悦啊 不过刚才那个非常危险 会不会受伤 是 是 嗯 其实这次要特别小心一点 对 因为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去拼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拼 就要是受伤 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 嗯 所以 调整幻再追一分呢 把比分呢追到了11比19 在隔壁球场上 引起现场观众呢 极度的这个情绪的变化啊 是因为呢 郭震东 谢中博这对组合 面对的马基斯亨德拉 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男双 他们以前的交手呢 郭震东和谢中博 还从来没有胜过 刚才的第一局 原本有机会的情况下 他最终呢是以20比 22非常微小的差距啊 输掉了第一局 好球 非常漂亮的头顶沙球 迎来了比赛的场点 现在估计林达也松了一口气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场上的表现 好 好 因为确实20比11 应该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了 直接的回发球下网 这样林丹呢是以21比11的比分 轻松的 以直落两局的比数 击败了韩国的选手 朴臣焕 进入到了今年男子单打的八强 好 确实 那么今天林丹甚至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啊 尼时 先生们 2号场地 南达南达前16名里 赛三刚结束 南达前16名里 南达前中国的 林丹以2名里赛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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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